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伯克 嘟嘟 这是关于一位叫奥利维亚的女孩的故事 她和她的姑妈住在风景秀丽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村庄里 奥利维亚 快把牛奶清洗完 你已经干了一整天了 马上好了 贝西姑妈 你已经干了一整天了 斯巴克 这是您的早餐 我也打扫完房子了 再见 奥利维亚 吃点东西吧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那我的早餐呢 在森林里插颗结果吧 这就是奥利维亚的生活 绘画 在画布上泼洒颜料 是让她在这个世界能够开心的方式 这太漂亮了 你总是这么说 你怎么能让普通的树木 山川看起来如此璀璨 斯巴克 感受一下树林里的生命 能量和活力吧 大自然是伟大的 我和她在一起越多 她就越让我充满快乐 把这种快乐 画在画布上 一手是心灵的镜子 卖掉你的画吧 你会出很多钱的 什么 快回家吧 你 你从来不听我的 看看时间 你是不是又在那些垃圾绘画上 浪费了一整天 它们不是垃圾 奥利维亚的画是最漂亮的 我去准备晚餐 一天 当奥利维亚在森林里画画时 哦 呵呵 奥利维亚 奥利维亚 停下 我们要来到森林深处了 那个洞穴可能很危险 哇 这里 好黑啊 我们 我们 走吧 拜托啊 去那边 走 是谁啊 你是 殿下 我是说 陛下 神秘的陛下 神秘的陛下 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 她是一个可怜的饱受折磨的女孩 被残过的命运遗弃在她恶魔姑妈的摸着下 斯巴克 很抱歉 神秘的陛下 我是来画画的 我看到了蝴蝶 然后 既然我们都来了 你能给我们三个模仿次吗 闭嘴 奥里威亚 你的画布上 充满了 欢乐 这种欢乐需要传遍世界 因此 我赐予你两样恩赐 很快 你的画 就会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给你能力 你可以让你的任何一幅画 变成真的 梦想成真 你只需要说 阿波瑰克兔兜 哇 谢谢 但记住奥里威亚 永远不要让你的名气 掩盖了画布上的欢乐 是谁 这是我的侄女 奥里威亚 给我们的客人拿点东西吃吧 不必了 我的马只需要喝点水 奥里威亚 好 是的 我很抱歉 这 这些画是你的吗 只是随便画画 是吗 是 是的 它们真漂亮 我买卖不同种类的艺术品 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可以把你的画卖掉 甚至卖到王宫去 当然 我一直告诉他 把他那些精美的画作 拿出来出售 我们能讨论一下价格吗 当然 商人买下了奥里威亚所有的画 然后离开了 晚餐准备好了 哦 亲爱的 你的手很宝贵 干粗活会伤着手的 从现在开始 你只需要画画 现在休息吧 哇 有钱能使鬼推磨 斯巴克 你不打算问问他 你的画卖了多少钱吗 让我画画吧 我们去森林要迟到了 但是钱呢 我的意思是你虽然无所谓 但我想要奢侈的生活 我不在乎 只要能画画就行 王宫里的人都喜欢奥里威亚的画 他很快就出名了 国王亲自召见了他 奥里威亚旅士 奥里威亚旅士 你的作品太精美了 我真希望你能答应成为皇家画师 并留在宫殿里 陛下 我 我 那是他的荣幸 他很想成为你的皇家画师 于是 奥里威亚开始和他的姑妈一起住在宫殿里 奥里威亚很痛苦 我的自然世界只有这个修剪的很好的花园 没有树 没有山 我该怎么画呢 国王明天想看你的新作品 我做不到 画出来 什么 谢你的恩赐 你画的东西都能成长 画一个住在森林里的小木屋里的自己 在那里你可以随心随意地画画 于是 奥里威亚把自己画在森林深处 Aberkadoodle 第二天 这太美了 我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有多开心 你知道吗 作为奖励 我将在森林里为你建造一座小木屋 你需要的一切都在里面 我保证 谢谢你 陛下 非常感谢 哇 终于起作用了 你的画成真了 噓 他们没告诉我 奥里威亚绘画的名声超出了王国 她成为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但随着名气的增加 一些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奥里威亚 醒醒 你今天不是要去河边画画吗 嗯 昨晚睡得很晚 我想睡觉 你一整个星期 几乎没有画过画 我该怎么办呢 王国的每个贵族和大臣 林国的每个国王都希望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和舞会 你知道曼德拉国王送给我一整套相尊的画笔吗 现在奥里威亚开始分心于那些画画以外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的画 所以他的画开始失去魅力 奥里威亚 你画得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你胡说 最伟大的国王和王子 等了几个月我的话 你说我不好 看看这个 哪里有欢乐 哪里有大自然的美 我没办法 大自然山和河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你走开 你 你变了 你只是极端而已 你说什么 我这么努力就得到了这个 你做了什么 我叫你起床 你做了什么 很快 参观奥里威亚画廊的人越来越少了 很抱歉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皇家画师 但是皇家才正会照顾好奥里威亚的 你的皇家画师不可能有奥里威亚那样的魔力 贝基姑妈告诉国王 奥里威亚有能力把他的画变成真的 是真的吗 我本来要和曼德拉国王开战的 但他们的军队比我们的军队强大得多 如果他能画出曼德拉国王向我致敬的画面 战争就可以避免了 如果这样 奥里威亚将永远是我的皇家画师 我将为他建造一座宫殿 斯巴克听到这话吓坏了 奥里威亚 你不能画这个 这是作物的 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就不再是皇家画师 你知道那有多丢人吗 你从来没想过身为皇家画师 奥里威亚 但是奥里威亚被他的傲慢蒙蔽了双眼 画了曼德拉送给王国国王宝藏的画 几天后 奥里威亚 你的画成真了 你才是真正的皇家画师 你看到了吗 我再次成为了皇家画师 你知道为什么 曼德拉国王 要向我们的国王致敬吗 跟我来 斯巴克把奥里威亚带到士兵的住处 在那里 来自曼德拉的士兵们正在互相交谈 吃饭 我们的国王和王后突然病得很重 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国王和王后出了什么事 我们的小公主就会成为孤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王国向你们的国王致敬 敬求她的保护 以防她和王后出现意外 什么 这就是你的画造成的后果 再也没有欢乐 只有带来伤害的傲慢和痛苦 艺术是心灵的镜子 记得吗 是 我干的 不 哦 不 我知道没有父母是什么感觉 我不会这样对待任何一个孩子 奥里维亚回到仙女身边 奥里维亚 你怎么来了 请把她拿走 求你了 请把她拿走 拿走什么 你跟我说过 永远不要让你的名记 掩盖了画布上的欢乐 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毁了一个家庭 请收回你的恩赐 不要再把画变成现实 我不配拥有她 让我画最后一幅 然后把恩赐拿走吧 拜托 最后一幅画 奥里维亚画了曼德拉国王和王后幸福健康 与他们的国王签订了和平条约 当她完成后 我希望这幅画能在之后成真 把你的恩赐拿走吧 阿布尔克嘟嘟 如果你想要这样的话 阿布尔克嘟嘟 收回 奥里维亚回到宫殿 她听到了这些 阿 曼德拉的国王和王后又好了 他们想和我们签订和平条约 一场残酷的战争成功避免了 这需要庆祝一下 非常感谢 你将永远是我的皇家画师 不 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普通的画师 等我毁了这个梦想 我得走了 但是 奥里维亚 你可以拥有我所有的财产 我得走了 奥里维亚回到了她在村里的老家 开始在那里生活 一天 我 我又想画画了 你以前从来没有犹豫过 现在也不要犹豫 我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 奥里维亚开始画画 像以前一样 把欢乐画在画布上 她的画又恢复了往日的魅力 她又一次全国闻名 但这一次 陛下 我需要的只是画画和体面的生活 用剩下的钱 帮你的臣民做些好事吧 也帮助一下其他的王国 我已经拥有了需要的一切 甚至更多 但奥里维亚放弃了 对金钱名誉和权力的贪婪 她的心又变得纯净了 从中流出的画是真正美丽的 因为艺术是心灵的镜子 维亚 譬如 赢 geographica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